哈喽大家好 我是貓莎淺淺 其实我嫁来台湾这么多年 呃大陆有一些亲戚就会不断的酸我说 哎呀嫁台湾呐 嫁台湾就等着当炮灰吧你 不然就是每次过年回娘家一些 呃不怎么来往的亲戚啊 每次来了呢 吃饱喝足 然后就坐在那里 一边剃牙一边说 哎呦快回来大陆啦 都要打台湾哦 哎还嫁去台湾 然后我都笑笑过 不过他们讲完这句话呢 然后又开始问你说 哎呀回来多久啊 明天又过去了 不多住几天吗 哎呀这么赶着要回去哦 台湾过年都不放假了吗 台湾有过农历年吗 我满头问号 啊刚刚不是说要打台湾吗 现在怎么 怎样又聊到哪里了 我的脑袋有点跟不上嘞 哎真是快要笑死 真要打仗 我看跑得最快就是你这种人了吧 嗯是不是 我看这种人早就想好了要往新疆跑 还是往往蒙古去躲是吗 这些人讲这种话就是 嗯通常就真的没有念过什么书 他们呢大多都是没什么情商啊 什么话都是随便讲讲就好的 哎让自己的嘴嗨一下是吧 不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的 就是带有一种自以为自己居高临下 其实呢就是自卑到骨子里了 但是嘴巴又要成全啊 面对这种人呢唯一的做法就是 丢一颗香喷喷的泵泥酥塞住他的臭嘴 通常这种人呢没有过一分钟 他就求着你说啊 下次能不能多带一点这个回来啊 太好吃了 只能说对付这种不认识台湾的人就是 给他塞一颗香喷喷的台湾寄作的泵泥酥 让他们认识一下台湾 嘴巴就不用这么臭了 然后呢在临走前还问我说 哎呀有没有带那个台湾的姜糖回来啊 哦那个太好喝了 我满头问话啊 那个我不是买给另外一个亲戚吗 怎么你也有 然后我说好吧好吧 下次如果没有打台湾的话 我说一定要给你带笑识 不过这种话他们只敢对我说了 如果是我老公在场的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哦 可能我老公情商比较高吗 我也不懂呃就就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还蛮会处理的 就是可能我是新台湾人吧 还没想好要怎么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他们对我老公讲话呢都很客气了 也不提打台湾了笑死 还拉着我老公说说要去他家 呃要给我老公拿好吃的 这时候啊这时候他们的热情呢就比台湾那些政治候选人 还要热情崩棒 我有我有问问过我老公说 哎我说哎他们有在你面前讲过这个事情吗 讲过说要打台湾要你要你怎样怎样吗 然后我老公说哦好说没有哎就有一个有一个问说你觉得他们打不打得起来啊 他们打不打得起来就好像哦两岸打仗是别人的事情一样就是跟自己无关一样 我觉得这种人想太多了吧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想要过好自己生活就好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呃去嘴炮过后呢 然后大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是吧 只会让人觉得啊你很low而已 其实那种人通常都嘛是呃自大便自卑啊 反正就是不用管他们就对了 啊啊啊啊啊啊 通常这种呢我我都懒得理他们 然后就是嘴炮完了然后又问你哎呀 要怎么去台湾里游啊没去过台湾呢 嗯我在心里面想又说要打人家又说要去人家地盘里游 我真的对他们很无疑很想翻白眼翻到天边 真的完全就是很没有情商的人 面对这种人呢就是不用跟他们讲太多了 我觉得他们的认知跟你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 根本就没办法聊下去啊 只会越聊越没去而已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会嫁来台湾 因为我以前生活的亲子很少遇到台湾人 也是当初来台湾定居的时候 我也有迷茫过 虽然我有来过台湾只是呃 理由我很喜欢台湾 但是当我真正的要过来台湾生活的时候呢 我还是挺迷茫的 嗯迷茫自己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啊 呃能不能适应这里生活啊 并且能生存下来啊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来台湾生活几年之后 我就很热爱这里 并且也很努力的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 从无到有 就是努力的建设自己的家 从我将来台湾的那一天起 我就自己把自己当成台湾的一份子 我也不管台湾有没有把我当 台湾也有没有把我当一份子 虽然我的身份还是大陆的身份 我还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第一份工作 有一次呢我就听台湾的同事在讨论外劳 然后我就问台湾的同事说 什么是外劳啊 难道是说我吗 然后那位台湾的同事就说 外劳是指外籍劳工 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叫外劳 然后那位同事他就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跟我说 你是嫁来我们台湾的外籍新娘 嫁来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了 不能叫外劳 哇那时候我听到我同事这么跟我讲这句话 我真的超感动的 我也很感谢那位同事给我信心 就是一样初来杂道的我 结果在台湾生活 其实也没有大陆的朋友说那么可怕 是吧 然后小粉红呢也常常骂我说 哎呀国家生我养我 现在祖国的建设我不在 以后也不要回来享受福利 我没有那么伟大好吗 我哪有那么伟大建设祖国啊 是吧 再说了啊福利 我确实不知道我在大陆有什么福利 我只知道我缴了很多很多年的社保 然后连一次都没有用过 最后只能放弃了 其他的还有什么福利吗 嗯我想了好久好像我也想不到 对啊我想不到 嗯如果有人知道我在对岸有什么福利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 可能我确实不知道吧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分享给 呃台湾朋友 呃让台湾朋友知道大陆的福利甚至有多好 是吧 我一定会分享 对于那些喜欢呃 呃言以恐吓恐吓啊霸凌我的人 我就懒得理他们咯 但是我就会选择不要跟他们有交集一下好了 干嘛要让自己不开心呢 每天在家顾小孩已经很累了 好啦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啊 拜 奶茶是我喜欢的 可是我好怕我今天晚上要失眠了 不管了先喝喝再说 嗯 太好喝了 那好喜欢喝台湾的奶茶哦 就是那么幸福